盆腔积液严重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龙 喜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盆腔积液这个其实是一个 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经常有的人可能去做一个检查 就说超声医生说我有盆腔积液 那有的人可能就说 你有盆腔积液是不是就有盆腔炎症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盆腔积液一定要看 有生理性积液 也有病理性积液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去做超声的这天 刚好是你的排卵期 那排卵意味着什么 卵泡液就会排到腹腔里 那你做B超一定会看到盆腔积液 那这个就是生理性的 所以我们来说 盆腔积液一定是第一看数量 第二看症状 只要你的盆腔积液的量不多 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那这个都是可以去观察的 那这个量到底多少算多呢 其实目前来说 也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临床标准 那基本上我们的超声区报 如果他的这个盆腔积液 不超过五个厘米 只要没有症状 我们认为这个都是可以观察的 不超过五个厘米 不超过五个厘米 不超过五个厘米